各位同胞 各位韭菜 各位难民 大家好 众所周知 遥远的东方那片神奇的土地 总是诞生各种各样的精神病 奇葩 跟那些脑子有病的人 成出不穷 在这个网上我突然看到 YouTube上面有人留言 不是YouTube 推特上面有人留言 说要把自己爹妈给捅了 让我想起了 在文革时期一句口号 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喜亲 这是多么变态的口号啊 爹亲娘亲 没有毛主喜亲 谁把你生下来了 还有一句话叫 生我的是父母 叫做 给予我灵魂的是打 不 给予我肉体的是父母 给予我灵魂的是打 我的天啊 这句话一听 好吓人啊 好变态啊 但是还没有今天我看到的变态 大家看一下我旁边的 这人说 这人说了嘛 俄罗斯别再隐藏实力了 还真有人相信美国和乌克兰的大本营战报 俄罗斯要是死了 超过十个人 我把我亲爹亲妈给捅了 哎呦我的天 有110个人 111个人占了 我的天啊 因为前不久 俄罗斯主动撤出了乌克兰的赫尔松 他是俄罗斯唯一占领的乌克兰的一个省会城市 其实呢 俄罗斯现在已经不行了 说白的 也是进入战争的相持阶段开始耗 因为俄罗斯进攻的势头已经没有 他现在属于准备乌克兰反攻吧 俄罗斯准备就撑着 相当于他放弃赫尔松 但是他到了河的对岸 他沿着这个河准备防守 主要干这个事情 因为俄罗斯已经不行了嘛 可是中国的粉红急啊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不行呢 那俄罗斯这么多武器 这么多导弹 当然导弹打了也打不准 打不准这导弹也没什么用 浪费 这么多坦克 但粉红不知道 坦克是没有什么用的 因为你拿了一个坚扛式导弹 直接就可以把坦克给打了 所以崩溃了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呢 你看 只要死亡超过十个人 我把我亲爹亲妈给捅了 精神病了 真的是 普京是你爹还是你妈了 你爸你妈把你养你这个不孝子 那真的是 他们也 他们犯的最大错误 就是把你给生出来了 当时应该直接设在墙上 就行了 就没有这个字了 就没有你写这些字了 我天 下面这人留言说 看中国人说话真的很奇怪 把爹妈给捅了 真的心里有问题 不要以为 这可能是长期做核酸 长期捅鼻子 捅嗓子 导致了这个问题 全国精神病了 这个精神病了 你不要以为就中国有 因为我们 这也不叫精神病 就是我们每个人 都是要定期看心理医生 这个看心理医生 它是很正常的 因为你看一个心理医生 相当于你找一个人聊天 把你心里面那些痛苦的事情 一些头疼的事情 告诉心理医生 然后心理医生 再给你开个药方 当然不是说给你药 而是说心理医生 跟你先谈话之流 谈话之流 笑一笑十年少 下面这篇留言说 大哥没有足 大哥慈悲 所以才让一小步 总而言之 严好总之 责任全在美方 中国只要 这个怎么呢 责任在美方 只要中国一发生什么事情 比如说 老百姓上街游行 或者说 强灾了 或者怎么样 或者发生食品安全了 或者 儿子在学校被跳楼了 然后家长去 要个说法 立马就有人说 又是境外势力 在捣鬼 其实 许多的韭菜 许多粉红五毛 没有多少境外势力 天天想害你 你的每一分痛苦 没有一分 是美国人 日本人 台湾人 韩国人 朝鲜人 给你的 你在中国 所受的 每一分罪 没有一个 罪 跟他们有关 你不能到 大城市上学 你的子女 不能上学 你的户口 不能自由迁徙 你不能去买房 因为户口 你不能自由兑换货币 因为共产党 你不能上街游行 因为共产党 你吃不到干净的食物 因为共产党 你的每一个就是 你遭受的苦难 你这个生活的不顺 护照没有发给你 因为共产党 这些全是共产党 这跟美国人 日本人 台湾人 这个朝鲜人 没有一点关系 没有一点关系 就没害你 而且呢 说实在话 人家这些外国人 他没法害你 你说他怎么害 见都见不到 他怎么害你啊 你稍微想一想 你诈骗 诈骗了 也是那些传销 什么P2P 哪个不是中国人 骗中国人 为什么 这外国企业到中国骗 他没法骗 为什么 共产党垄断了 诈骗了这个权力 因为这个小猪仔 这一个猪卷嘛 里面猪仔 就是共产党要收割的 就外国要来那个骗你 共产党不让骗 不行 这就要我来骗 想一想美国多少大企业的在中国没有办法自由做生意啊 它是垄断了 说圣经 发行权 中国的 印了圣经 是中国政府 印了 美国这边的这个圣经没有办法到中国卖了 不光是圣经啊 包括各种宗教 佛经啊 阿拉伯教啊 不是阿拉伯教 伊斯兰教啊 犹太教啊 全一样 中国全管 中国 中国不光光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光光把那个韭菜 这些意识住行给管了 他把各国大使馆都给管了 中国啊 就是 他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呢 当时朝鲜难民跑到了沈阳日本领事馆 朝鲜难民 人家人家活命啊 恶啊 结果中国的警察武警 戴着枪冲进了日本领事馆 冲进日本领事馆啊 把这朝鲜难民直接 直接给那个抢走了 就直接给拉出来了 这已经是侵犯了日本领土 就是说日本这个国家的主权了 因为这个领事馆相当于是对等交易嘛 这是人家的领土 好 还有一个 曾经侵犯了美国这个主权了 什么呢 2012年吧 好像是薄熙来有关的一个什么人 跑到了重庆的美国大使馆 美国领事馆 好 按道理讲 这人已经进入美国领事馆了 对不对 美国领事馆是美国领土 你是无权管辖的 共产党干了什么事情 好像是把装甲车都拿出来了 把那个领事馆给围起来的 我的天啊 说你必须要教人 你必须要教人 你不行 就必须要把人教出来 你这 就怎么讲 你这流氓啊 世界头号大流氓 没法想象的 头号大流氓 曾经呢 曾经中国发生过一件事情 在文革的时候 红卫兵公开的砸了英国驻中国大使馆 这就跟那个一百多年前 义和团打砸那个外国领事馆 一模一样啊 就红卫兵直接把英国的大使馆围起来 准备砸 曾经还发生过 准备把那个苏联大使馆也给砸了 因为中苏交恶嘛 1959年之后 中国跟苏联闹掰了 中国那些韭菜神经病 准备把人家零事馆 把大使馆围起来准备砸 你说说你这国家啊 就你一点点 现代国家文明的概念都没有 一点点都没有 就你比它苏联都差 我跟你讲 你真的真的比苏联差 苏联莫斯科都没发生过 直接把大使馆给砸了 砸别的国家大使馆 都没发生过吧 苏联也不是好东西 但是苏联相对谣言 俄罗斯相对谣言 比中国要稍微好一点 真的实话实说 你包括这个 俄罗斯现在打乌克兰对不对 打仗 俄罗斯现在竟然还可以用推特 还可以用YouTube 竟然还有人可以在莫斯科红厂 举牌抗议 说反对普京 说反对普京战争 No law 举一个牌子 我的天 我就是在俄罗斯的文明程度 远远超过中国 远远的 比中国差的只有朝鲜了 还有五八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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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中国差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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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都不是说假话 一点都不是假话 哎呀 这朝鲜要是完蛋了 自由民主了 这中国可咋办了 那真要当倒数第一了 真的 就跟小的时候考试 如果你总是考倒数第一几名 你心里面就在想 那个倒数第一 那个倒数第一 一定要来考试啊 就 心里面就想这个 因为那个倒数第一 比我成绩差的那几个人 一定要来考啊 不来考的话 我就成倒数第一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概就是这个想法 好吧 我就说这么多了 拜拜